大家好 我是Paner 笨蛋和Mao 歡迎收看近來搞什麼的每週個人遊戲記錄 來到2014年第30週 今天禮拜跟上禮拜都有點類似 主要是玩連載的遊戲 不是玩了很多其他遊戲 不過這方面也是重後再說 首先我們來個入球分享 不過這次不是Fever 也不是一球半球 是很多入球分享 為什麼呢? 因為這遊戲叫Foot Law Lol Foot Law Epic Fail Lead 聽名字就知道是玩遊戲 其實這遊戲可不可以叫足球遊戲呢? 因為玩下去就像戰略或即時戰略 RTS比足球遊戲更多 因為在這遊戲中 你的球員會自動移動 自動會去追球 自動交球 自動射球 各個都是自動的 玩家可以做到的就是 用一些道具 用一些東西 在場地上 或者用一些球員 去影響比賽的結果 其實我現在在玩這個 也是展示版 其實這個展示版 我已經下載了很久 不過一直都沒試 近日在網上買遊戲網站 看到他減價 馬上開回來試試看 看看有沒有好玩 好玩的話 才趁機買掉 玩這個展示版 開始已經有些道具給了你 最基本有些地雷 加速術 和保護網 保護盾 其實已經很有用 因為地雷 用來炸開敵人 但是沒有差別 自己有又炸 但是也有炸 加速的 加速速度 會令人跑快些 追球也得快些 所以寶護盾 就很好的 防止你這些人被人炸到 其實這個寶護盾 加地雷的combo 已經很好用了 不知道之後 開開開的補充的困難 會不會更加強橫 還有很多很多裝備可以開開的 但看到這個簡單的combo就已經看到這個遊戲的其中一個問題 基本上是太容易的 你用這個簡單的combo 用保護盾保護著自己人 用地牢不斷炸到處的敵人就已經沒辦法阻止你進攻了 容易得來也有一點千篇一律 因為你對著任何不同的對手的踢法都沒什麼大分別 你也可以用同樣的combo一理通白你明白 打什麼敵人都可以做得到 所以這遊戲也有一點自己知道自己試 除了要比數上贏對手之外 每一場都有兩個bonus的比數 希望你可以達成的 如果達成的話就會有額外的金錢獎勵 金錢就是用來 unlock更多的裝備 或者提升你的球員的能力 因為有些升級方面可以令你的球員跑得快一點 或者踢球的準成度會提高 不知道差多遠 有這些upgrade 但我們起碼可能知道 遊戲一直玩下去電腦的對手都會越來越困難 可能他們會跑得快一點 或者他們的準成度會高一點 我還不知道 而且這些淺力都可以解鎖一些cosmetic的東西 即是幫你的球隊加上另一對眼 或者換上帽子 但這就純粹只有個樣子 說回ponus的比數 即是有時候他會叫你可不可以嘗試達成到1比1 2比3 即是說你除了要進球之外 也有時候要讓人進球 既然要操控這個比賽的比數 即是代表你要阻止自己的人進攻或者防守 但還是一樣 都是用同一招 你用地雷炸人也可以 也可以炸自己的人 幫助敵人進攻 而我發現 只要你不斷地雷炸對方的龍門 炸到他飛走了很遠 其實對手根本沒辦法阻止你進攻的 你可以保持炸龍門 可能這個遊戲跟其他玩家對戰的時候 人家就會更加快 更加精明地找到一些方法 去應對你的物品 效果就可能比對AI好 但這遊戲始終是小品遊戲 玩家的人數不會太多 除非你真的有朋友跟你一起玩 我猜你找到玩家一起玩的機會比較低 加上比賽中始終是比較混亂 而且不知道那些combo是否這麼簡單 最簡單就已經最好用 所以我覺得這遊戲的內玩度未必太高 所以暫時我都沒有買到 那說起試玩 第二隻要說的遊戲也是叫做試玩 剛剛現在就有3N 週末可以免費玩 那我只是昨天試玩 這個3週末可以維持到他們 美國時間星期一左右 所以應該還有今天 明天都大概 大家都可以下載來試 那說這遊戲就是 Ace Combat Assault Horizon 空戰遊戲其實我玩的比較少 如果你說是一些什麼什麼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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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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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遊戲那類呢 駕駛飛機的我都覺得太難 那其實 唯一玩過比較ARCED的 就是比較接近動作 更多一個模擬遊戲的 就是應該是PS年代 我玩過Ace Combat 3 但其實我又很喜歡 因為簡單單單 可以讓你嘗試到 駕駛戰鬥機 空戰那種快感 那其實我就對軍事東西 戰機戰艦 各樣的東西 就不算很熟悉 也都沒有什麼研究的 所以我就沒有說 那些飛機究竟有多像真 那些武器的真實感 是不是做得好 不是很講究這方面的東西 所以就算不是玩 類似Simulator類的遊戲 我都沒有什麼所謂 那其實這隻Ace Combat 這個評價就不是很高 因為我想是Graphic上 音效、Gameplay、故事 都不算特別出眾 中規中矩 各樣東西都只可以玩 不過空戰遊戲 我覺得現在就買少見少了 加上我對這遊戲 沒有什麼特別期待 走去一試 都覺得無妨 而得出來的效果 我又不覺得這遊戲 有什麼那麼差 加上也不是叫做零創意 而這遊戲最大的一個新的特點系統 就是DMF Dock Fight Mode 所謂Dock Fight 就是空戰的時候 當戰鬥機很貼的追擊敵人 尾巴互相追逐的時候 即不是遠距離 用飛彈互射的時候 就稱之為Dock Fight 在這遊戲中 如果你追貼了敵人的戰機 然後你就可以鎖定它 進入Dock Fight Mode 在Dock Fight Mode 就一定程度上 一定程度上 幫你自動追尾 追著敵人 就不需要自己控制 那麼辛苦 但某程度上 都要保持著敵人 在你畫面之內 都要控制一下方向 如果你真的可以保持到敵人 在你瞄準範圍之內 那你就可以射一些短程的飛彈過去 最容易擊落敵人的方法 如果你再追得近一點 你可以嘗試用機關槍去射敵人 當然機關槍的攻擊力 低一點也難一點命中 但那些真的可以用機關槍射爆 人家的戰機 都挺有成功感的 那除了開戰鬥機 這個遊戲中 也有得開戰鬥直升機 還有在一架大型的運輸機 或者直升機上 做一個炮手 拿著機關槍射 做炮手應該是比較悶的一個模式 因為你只是瞄準發射 瞄準發射 但其實我只是在開場的部分 玩過這個模式 我不知道會不會一直玩 其他關槍會變得更複雜 就算是做炮手 而說到拿直升機 我玩了一個整個MISSION 都是要拿一架戰鬥直升機 我覺得操作 其實某程度上 比較難 因為你要控制高度 迴旋 又要瞄準射擊敵人 很多東西要做 加上空中停留不動 就很容易被射到秘密封鬥 所以你要保持移動 又要迴旋 直升機又要瞄準 就比較困難 所以在開戰鬥直升機的一關 死的比戰鬥機更多 不過不知道我可不可以修改一下 那些操作系統 因為開戰鬥機期間 起初我用了一個Default 預設的控制模式 就當我做一些360度大回環 BARREL ROLL的時候 他好像有點自動修正 幫我機頭咬回到水平的位置 那搞到有些 刀彎抹角的動作 做得一半 我覺得機有少少被電腦自己扯回到某個方向 搞到我做不到的動作 就比較瘋狂 後來我在設定中 調整一個傳統的操作模式 那我就可以做得到我以前玩的 一些怎樣轉彎活角 繞到差不多炒到地上 都可以讓你做的 那些動作 可能是少了一些自動修正的效果 我覺得反而比較得心認手一點 這遊戲還有一個值得玩的地方 就是他有網路對戰 但可能到現在已經比較少人玩 還有他有網路對戰 可以跟朋友一起玩 最多算你自己可以有三個人一起玩 這個數字比較少 但他那個co-op的系統 就蠢蠢蠢的 你要那個host 開遊戲的人 自己已經完成過那些 在Campaign 完成那些關 才會在自由模式 出現出來 那你才可以跟朋友玩那些關 所以你需要有一個人爆了機 才可以玩得到其他任務 加上他那個co-op 是逐關逐關的 玩就不是一個特別額外的Campaign 所以可能玩下來 就比較沒那麼有隱 但還是這麼說 這遊戲在三個月結束 不用錢 可以下載下來試試 就一事無妨 我覺得 好 之前說到這個星期 也是花了很多時間 在連載的影片 所以其餘時間 不是玩了很多其他遊戲 但仍然玩了很多 就是Team Fortress 2 我上個星期說過 這些FPS 比較不用花精神 去跟隨這些故事 或者隨時放下 隨時拿起玩都可以 但也不是純粹說 由於不用用腦 就可以玩到才來玩 才來玩Team Fortress 2 我還是覺得是一隻好遊戲 很值得玩 才經常跟大家說 這個星期 其實試了一些特別的東西 就是當我玩的時候 有時開了直播想去Twitch 那為什麼是Twitch 而不是Youtube呢 因為Twitch的直播 比較容易說來就來 說停就停 不像Youtube那樣 又要設一個Event 每次的Stream的Key不同 要設一大輪才可以開始到 但是由於隨時開始玩 隨時開始停 我都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會玩 所以這個直播 就比較一個無責任的直播 加上我還在測試期間 我知道沒有人會來看 所以我沒有玩的時候 我沒有特別說話 加上我玩的時候 有時是認真玩 有時可能是試著新武器 有時是玩東西的玩法 所以影片不保證精彩 有時有時會開了 所以說是無責任的直播 所以說是無責任的 但現在公開跟大家說了之後 或者我會嘗試一下 當我玩的時候 在Twitch的那個Chat 看看有沒有人進來看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或者想我講解一下 或者見有人看的話 可能我會一直玩 一邊說也不行 其實之前回應某些觀眾 看到我玩TF2想說 不如再加一起玩吧 留言的時候 我都說過 我都應該不會隨便 就加Steam Friend 因為之前試過加一些觀眾 做了Steam Friend之後 都沒什麼機會一起玩 又加上除了拍片的時間 我都想留一些私人時間 給自己 和其他朋友玩其他遊戲 或者純粹自己一個人玩 都想自己一個靜靜地玩的時候 不想加了大家 很多時候又要拒絕大家 或者不回應大家 令大家更失望 更覺得好像不理人 所以我應該先不會加Steam Friend 但是如果大家看到我玩TF2的時候 你問我哪個損壞 或者是哪個損壞 或者是哪個損壞 絕對沒問題 再加上大家對TF2有興趣 多人想玩的情況下 將來會不會有機會 再組合一起玩 那未來再算吧 而如果真的 多人去看了TF2的影片 又覺得有興趣想試一下 但又覺得有些無從入手的話 或者我會考慮一下 看看之後再拍 或者再玩TF2的時候 怎樣做些講解 或者能不能幫助大家 因為雖然我絕對不想是高手 但玩了800個小時以上的TF2 都應該叫做有一定經驗 應該可以給大家一些幫助 好了 大家可以在影片的資料裡 找回我Twitch的頻道 不知道有什麼方法 可以簡單地告訴大家 如果我真的開始玩了 有直播看了 有什麼方法最容易發佈給大家 是否在FB 還是怎樣 大家提議有什麼意見 儘管留下 今個禮拜的分享到此為止 我是Panda粉燈熊貓 謝謝收看 我們下一段影片再見 拜拜 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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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yı 訂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